各位好,上一次我们略略看了马太福音五章所记载的八福 今天让我们详细来思想这八福中的第一福 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的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各位,虚心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了 在八福里,我们可以观察到福与福之间的关联 当人因自己的无能和不足而虚心时 他们自然就会哀痛,然后温柔下来 饥渴神的帮助等等,下面一个一个证据会来 但如果一个人没有从虚心开始 那他无论听了多少道或是多么努力 也不能成为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四节所说的 做世上的光和眼 那既然虚心那么重要,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是虚心 其实虚心的另一个翻译就是心灵贫乏 这里指的贫乏并不是经济物质方面的贫穷 乃是灵里面的贫乏 人之所以会心灵贫乏 是因为人根本没有任何资源或能力可以救自己 尤其当一个人恍然知晓了神圣洁公义的水准时 人更是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能力达到神的要求和遵行神的命令 更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 换言之,一个虚心的人是一个发现自己完全不配得到神的饶恕和恩典的人 也是一个需要神的人 且是一个不倚靠自己的人 而虚心的相反是什么呢? 就是过度的有自信 相信自己的才华、善良、好行为、智慧 相信自己能掌管明天 相信人的力量 有些人一直留在一些问题、控告、挣扎里 就是因为他们要的不是神 乃是更要靠人的方法 他们不喜欢听到人是软弱的信息 因为人都不喜欢无能无助的感觉 所以,有些人不喜欢基督信仰 总是说人是无助而需要神的 他们不喜欢把自己看为软弱 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基督信仰 反而认为基督信仰只是给那些懦弱、失败之人的一个宗教而已 所以,耶稣说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 而对那些不觉得自己心灵贫乏的人 神说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的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我们当慎重地反思神的话 省察我们心灵真实的状态 那么,虚心的反应是什么呢? 事实是,虽然人人的心灵都是贫乏的 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蒙福的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灵里的贫乏和无助 而愿意转向神的 唯有那些愿意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才是蒙福的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一个虚心的人看到了自己因着罪 原本是该受咒诅的 并且也发现自己毫无能力救自己时 自然会在神面前谦卑下来 求神的怜悯与帮助 这就是人得救的关键之一了 一个虚心的人知道自己不能借着自己的功德、能力、钱财进入天国 所以,他唯有全然倚靠神 不但是得救之前 甚至得救过后 一个虚心的人是发现 他天天还是会被自己的罪性和魔鬼影响 所以,他仍然天天无助 且继续谦卑需要主的 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以虚心谦卑开始 也是以虚心谦卑为持的 而一个虚心的人如果不断需要神 也必然会常常祷告寻求神的 这样,虚心的人一直领受神的恩典时 也会对神充满感恩 因为看到,虽然自己原本不配 但神依然向他施恩 所以,虚心的人也很少会埋怨 因他知道,他本来就没有资格 所以,神支配什么,他都愿意接受 最后,神说 虚心的祝福是什么呢? 就是天国了 神奇妙的恩典 是那原本没有资格进入天国的人 靠着基督福音就能得着天国 原来,这天国是神自己 向他所爱的人开放的 不在于任何人的成就或条件 其实,这八福都是因神的恩典而来的 我们能够虚心而进天国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资格或是良善 乃是因神的怜悯和恩典 而且,这个天国是现在式的 也就是说,这天国的恩典和好处 是虚心的人在今生就已经可以享受到的 不需要等到将来才能享受 神的国度借着耶稣已经降临了 耶稣死而复活后 也已经开始做亡了 所以,祝福也是现在就可以享受到的 可是,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一点 经历一点天国的荣耀和证据 并不是全部 唯有等到耶稣再临时 我们才能看到天国完整的荣耀和实现 但即使在这个已然未然的时刻 我们若虚心也可以开始经历天国的恩典和喜乐 但愿上帝帮助我们 能够在他面前虚心和谦卑 以致我们现在天天都能享受到天国的福乐